我從頭到尾都是跟你要講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跟我兇 網咖櫃檯一名男子 Key Put Put 對著女店員咆哮 罵得寇莫橫飛 我是客人啊 客人在打 我現在跟你說 你現在就在尖我是不是 在專門派出所 去下警察快來 好 你現在打就要出口 男子連珠炮狂轟女店員 完全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 還飆出口 你什麼東西啊 你要不要先戴口罩 你在尖我 我沒有尖女人的意思 還是你要先回去拿證件 你這樣完全不太入 這名男子他跑到網咖要開包廂 但網咖規定要拿出證件 才可以開包廂 男子沒帶證件 硬要女店員放水通融 遭到拒絕居然大吼大叫 女店員受不了 趕快打電話討救兵 因為他喝的比較醉 那我們照理來說 我們夜班人員 只要過十二點以後 就會請客人出示證件 因為政府有規定 警方留下雙方資料以後 該男子自行離去 店家及該名店員證 不對該男子提告 好小的男子五十歲 也是網咖熟客 疑似走後情緒不穩鬧場 遭警方勸離 而女店員淡定應對 冷靜求助 展現高EQ 才沒讓事情越演越烈 記者黃翔富王世函 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陳怡榮 波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很開啟小鈴鐺喔